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家这个儿子跟那个儿媳妇啊 可能也不太生气 也没办法 把他卖戏了给他倾出去啊 谢谢子不语啊 儿子跟儿媳妇呢 也不太生气 也不太生气 结婚了三年 别说儿子闺女子 连个毛都没剩下来 结果这个老太太啊 本身岁数不小了 八十来岁了 也是得了病了 就这么着呢 也就是说去世了 七十多岁啊 病病去世了 可是这个他老头 这老爷子还活着呢 这老太太死了之后呢 过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辈啊 这个儿媳妇终于争气了 这肚子大起来了 怀孕了 可惜这老太太呀 没福看见 一说生孩子呢 等孩子生出之后 结果发现是个孙女 因为家里没有孩子 无论是孙子也好 还是孙女也好啊 家里人都挺高兴的 包括这个活着的老爷子 七十来岁的老爷子啊 他也挺高兴 爷爷嘛 当然这个父母更高兴 于是等着小孩子百天的时候啊 就开始这个做了一个所谓的百岁 我们这农村呢 跟这小孩百天 叫百岁 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啊 当时就录像啊 又照相的 都特别高兴 等吃完饭之后呢 大伙说把孩子抱出来吧 这个父母呢 接待客人呢 到时候这个爷爷说 说你甭管了啊 我抱去 我抱我大孙女去 老爷子都挺高兴的啊 也没人拦着他 进屋上就抱着孩子 把那孩子抱出来啊 哎 大家也面前显眉 看不见小孙女都漂亮啊 长大肯定是那大姑娘漂亮啊 又亲又老 可是突然间呢 这老爷子眼眉就立行了 整个脸就变了形了 把这小孩举起来 啪 做个拽地形 当时啊 那就是摔的一个脑僵崩裂呀 因为这个朋友发起来呢 有这个图 有照片 结果现在这个照片可能我清理微信过期了 就在门口 大院门口 有水 当时水里全是红的 那水都染红了 全是血 妈的这个 最后这家人 我操一个老爷子到门头疯了 那是怎么着 怎么把亲孙女给摔死在百岁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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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这个爸爸呀 哭的跟 跟什么似的都不行了 可是摔完之后 这老头就醒过磨了 自个儿亲孙女眼看着跟前让自个儿摔死了 隔了一天 这老头子拿了根绳子在屋里上吊了 死了 原本呢 生孩子 这是一个高兴的事 是一个好事 结果一下子闹了个家破人亡 大伙都纳门说他爷爷有精神病啊 是怎么着啊 这怎么大孙女就这么喜欢 端起来摔死了呢 等这个亲孙好友散尽之后啊 这个父母就伤心过度 把这个老爷子后事处理完了 包括他们孩子这个也给埋了 埋完之后呢 也想这个孩子 虽然说这个孩子刚生下来一个月 但毕竟心疼啊 那会儿呢 有人这个摆碎上 他们请了这个录像师了 给录像 照着这个摆碎热闹情况 照着这小孩子 这些父母难受 就想看看吧 看看这个爹也走了 孩子也走了 我们看个录像回忆一下吧 给他们就在这看录像回忆一下 这父母全给吓坏了 为什么全给吓坏了呢 一看这个录像 就他这个爸爸抱着小孩这会儿 他就发现在这个录像里啊 这老头身后 站着这么一个白影 这个白影明显是个老太太 而且 儿子跟儿媳妇相当熟悉 正是他那过世的这个婆婆 也就是这个男的过世的妈 小孩子的亲奶奶 就在这个老头啊 满脸面目扭曲 他这两只胳膊后边 又伸出两只胳膊来 这两只胳膊干嘛 攥着老头的胳膊 把老头胳膊强行这个举高之后 然后用力往下一甩 这个孩子就摔死在当场了 后边这个身影相当清楚 就是孩子他奶奶 等看在这儿 这两口子呀 这些侄子怎么回事 不是他们这个爷爷 就是有神经病 说要摔死孙女 是这个死去的老太太 至于原因是什么 后来有人就说了 可能那个老太太 前的这个儿子 儿子就是不争气 生了一个孙女 没给他生孙子 生前就想看 最后样的气都没看上 怨气比较大 那意思把孙女摔死 让他给生一个儿子 有人说了 也让他给生一个孙子 有人说 这个亲人还这样吗 我跟你们说呀 人死如灯灭 阴阳两格 一旦这个人去世了之后 有的就是正常死的 他可能啊 心里能垫下这个亲人 可是心中有怨气有种死的 他不分说什么儿子呀 什么姑娘的 向着你不向着你 基本是废调 他这个怨气不散 到时候他必然是找你扬天的人的事 你想这个老太子 连亲孙女都摔死 他还能是什么好鬼吗 就是这个呀 那个儿子 儿媳妇 后来也找人给看了他 据说给上那个爸妈妈那个坟地那去烧纸 是怎么着的 具体后续人没说 但是当场那个照片看着相当惊悚 就在大门口 一滩的水 那水全红了 那孩子据说摔了一个脑浆泪裂呀 你说多大的劲头吧 这个是咱们这个直播间一个朋友提供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真事 现实的一个真事 那个问题那鬼老太太长不及要二胎 他头太就摔好了 知道吗 说几个小孩的事呢 咱们下面呢 刚才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事件 下边呢 咱们再接着给你讲一个孩子的事 刚才那个老太太呀 说死完了变鬼 怨气深重 可这小孩死完了变鬼 他怨气更重 啊 接下来咱们讲一个这个 这个 呃 也是一个直播间朋友提供的 也是关于这个小孩的事啊 说这个鲁哥 我家是湖南岳阳的 小时候呢 我就住我老子家 他们那叫外婆 我们这比较老了啊 咱们老的隔壁一家一户人呢 有两个儿子 后来呢 这大儿子生了一个儿子 一直呢 是爷爷奶奶照顾 爸妈呢 在外婆打工 可就在这大儿子呢 三岁那年 他奶奶呢 在菜园子干活 菜园子旁边啊 南方人嘛 都是有这个自个儿加这个小鱼桃 小孩子呢 就在菜园子那玩 可是后来他奶奶等种完菜带于回头啊 发现这个孩子没有了 找不着了 后来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啊 有人就说了 这会不会掉在你家的鱼塘里了 很多人下了个鱼塘就捞 可等这个捞出来啊 把一二零给叫了之后 这小孩呢 已经死了 在他们那是当地啊 有个说法 说这个没结婚就死 这个化生死 这种呢 是不能进祖坟的啊 也不能办丧事 而且呢 得埋了 怎么埋呀 不是说找个小棺子平着埋 是竖着埋 啊 当时呢 由于他这个父母也没在家 这个也不能办丧事 就是这爷奶奶找了那么个亲姐 说我们这孩子去世了 捞事了嘛 没辙啊 咱们这孩子也不能发丧 不能办事 那你们找这家人给埋了吧 这就埋这家人呢 也他妈不懂啊 这老头老太太伤心过度 也没有好好交代说这孩子需要怎么埋 或是找个小棺子给装上点 都没有啊 人家的儿女在外打工家里也没钱 挺穷的 也拉老头 给人家给出了点酒钱 找了那么姐 当初是年轻小伙子 胆大的 哎 把这孩子就给埋了 埋完之后 你说你埋孩子吧 你挑挑地儿啊 或者你告诉这地儿怎么埋呀 都没有 这姐呢 也是个棱货 也不懂事儿 埋孩子之后啊 挖了个坑 把这小孩啊 就跟种树一样啊 树着就个床子里去了 床完之后呢 把这个土给埋上 随便的这个地儿就蹲了几个石头 那意思弄几块石头给挡上点 试着那么个地儿做个气号就完了 这个事儿呢 当时死了 也就死了 父母回来一看说孩子溺水了 这个当然也没法怪 毕竟长年在外打工 这个两口子呀 互相开解 咱们还年轻呢 不行咱们再要一个吧 谢谢这个骚龙啊 当时呢 过了一年多 去吧去吧 过了一年多呢 这两口子又生了一个 生完之后呢 还是个儿子 这老二就出生了 可这老二打出生之后啊 就体弱多病 天天晚上娃娃哭 天天晚上娃娃哭 把这两口子给挠得够劲啊 就这么着 一直折腾 一直折腾 折腾得两岁了 啊 两岁了当然也就不许说话了 可是两岁之后 这孩子呢 特别的能吃 一般的小孩说 你吃半岚小馒头就差不多了 这孩子呀 那饭量 基本上就跟那个大伙伙差不多 一顿饭 他们干俩馒头 当然呢 父母们也高兴 大儿子没了 这老二能吃肯定是身体壮呗 可问题是这个二儿子就这么这个饭量啊 几乎跟他妈饭的差不多 吃了一年 不但没胖 而且还瘦了 他妈呢 也担心找大夫各种检查 人就是这孩子呀 说胃口弱 可是妈妈想不对啊 我们这孩子胃口弱啊 吃这么多也要胃口弱吗 跟大夫说 你这孩子呀 营养吸收不好 反正怎么说呀 就说这孩子没什么毛病 他说每天呢 晚上回去啊 父母也是挣钱了 回家呢 给这孩子做顿好饭 弄的什么呀 弄的这个米饭呢 弄点炖肉 弄点炖鱼的 就算饭挺好 可感谢晚上啊 是什么呀 是这个鬼节 就是咱们所谓的鬼节啊 七月十四 七月十五 是这个日子 当然父母也不懂这个 也没有多想 他做点好吃的吧 所以我们就回来就挣钱了 给老二做点好吃的 在饭桌上这老二这家一吃饭呢 可把这俩人给吓死了 平时你说吃一个大饭头 就是个呀 她母吃仨了 到最后连点肉汤都想给喝了 他们就纳闷啊 老二老二 你你你你轻点吃 你就别撑坏了 我这孩子 孩子呢 也不搭理他们 就是一公斤就跟疯了一样吃饭 吃完之后把肚子撑了根儿嘎着 就躺着睡觉就不动了 等第二天起了呀 他这个妈跟爸爸呢 这孩子三岁四 三岁多了 快四岁了 也懂点事了 起了之后呢 就数了这孩子 说儿啊 是你这么能吃 你说你也不长肉 你下面可被那么吃了啊 你把自己撑坏了呢 你一个人顶俩人吃 这会儿那孩子揉着眼起来 跟他爸妈就说 说爸 妈 我就是俩人吃 不是我自己吃 当时爸妈一愣说你这孩子睡觉睡懵了 你一人吃饭怎么还说俩人吃 他说不是啊 他说咋小啊 我就是俩人吃饭 我跟我哥一块吃 他一说这个 两口机灵一声 问题这个小孩打伤下来 他这个大哥已经死了 淹死了 他不可能知道他有哥 也没人跟他说 当时爸妈就说了 说什么什么你哥呀 你哪有哥呀 他说穿的什么什么衣裳啊 每回我吃饭 我这个哥呀 就在后子 把这个饭呢 先给围一遍 先给舔一遍 完事我再吃 他说你们做饭可难吃了 哪个我吃饭都不管饱 而且你们做的饭没有什么味儿 这三年多呀 儿子从来没说这个话 今儿个到儿子起来 一说这个 这爸妈可真怂了 因为什么 他形容那个 他那个哥哥长的什么样 穿的什么衣服 就跟那大儿子死的一样 就那样 就穿那衣服死的啊 所以他爸妈一害怕 就跟奶奶爷一说 这妈不行啊 咱赶紧找人看看吧 怪不得咱老二怎么这么能吃 吃完还这么瘦 后来呢 在当地找了这么一个 看乡堂的一个先生 把这老二给带回去 这一进窝 这先生就看着不对了 说你们俩 你们家 是不是原来有一个大儿子去世的 他说啊是是 说你们这孩子呀 这个老大啊 一直就没走 一直就缠着你这老二 大出生就跟着 而且 你那个大儿子 现在恐怕这个尸身呢 已经出了问题了 必须找着 把这尸身给他挖出来 你们一看 就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父母一想 这先生这么说了 咱找人挖着看吧啊 把原先 因为那爷奶奶说 原先谁谁给咱埋的呀 把这当村这些小伙子啊 全给叫过了 说你埋哪了 过三年了 说实话呀 不那么特别记得了 但是呢 当时他们姐毕竟埋钱 也做了技巧了 弄了几毛大石头筷子 搁在那块呢 找吧 南方呢 水比较多 这个尸体啊 如果真是你埋的地里 基本上它不会干 而且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话一说 这些人带着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他说这个数字也在这儿 他说这儿有技巧 这大石头我看着像是 大伙说不管怎么着吧 挖出来吧 这要不挖呀 还好点 等把这些石头筷子一去 土一掘一挖 这帮子挖坟子全尿了 就现在这个坟挖开之后 在这坟坑子里 站着一小孩 这小孩啊 两三岁的样子 穿着原来的衣服啊 湿不垃圾 那面目啊 小脸红酷的 小嘴盆红酷的 就他妈跟一活人一样 而且啊 甚至别人刚死前 还胖了点 本来这父母一看这儿 哇哇就铺开了啊 说这孩子是没死的 是怎么说 当时这看事的先生说 你给我闭嘴 谁他妈说没死啊 埋了三四年来还没死啊 你看这是没死吗 等这会儿啊 这父母离近了一看 就发现在这个小孩的脸上 起了一层白色绒毛 长白绒了 再低头一看这个指甲跟头发 全长出来了 这会儿先生才干什么 说你这孩子呀 埋这个地儿啊 这叫养尸土 也叫养尸地啊 就这一下子 这孩子呀 再过个多少年 真成了事儿 就成了僵尸了 现在呢 执金神 缠着你们这个老二 所以啊 你们没办法 必须把这个尸身给他烧了 父母一听这个 什么三年四年 大伙都吓坏了 埋了三四年了 跟他们活的一样 好 大伙儿先生既然说了 是没办法弄出了吧 弄了之后 在大石底下 晒了两点 晒这小子妈 痴痴冒油 到最后啊 弄了点开花 倒着汽油 倒着什么的 一火就给烧了 你还别说打烧了之后啊 这个家里这个老二 没过一个月啊 吃饭就正常了啊 也也不是说吃撒馒头五个馒头了 就跟普通的三四的孩子吃的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一个朋友提供的 这湖南 叫湖南是市医养吗 我看啊 啊湖南越养啊 湖南越养的事儿 嗯 湖南越养的事儿 这个感谢大家感谢房们 咱们这个故事呢 就讲在这儿啊 也是咱们直播家两个微信朋友 给提供的故事啊 谢谢大家 谢谢朋友们 喜欢听故事朋友们 想进咱们微信群的 可以加咱们住的微信啊 YY30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光临 YY30598 我是主播 吴志深 接下来呢 咱们接着讲点电视台不让播的啊 我们那个直播不让讲的啊 那有人朋友说说 隔了好几天都没啪啪了啊 没啪啪故事 啪啪 使劲啪啊 这没事使劲啪 咱们下边啊 接着给你讲一个 当然这个啪啪故事都是古代的啊 不都是现代的 话说 在清末年间 柳河村有一男人 哈哈哈 这个男人呢 叫什么呀 叫二狗吧 刚才一个刷礼物的哥们啊 我们这小辣啊 感谢这二狗啊 因此呢 我把你的名字给加在故事里啊 这个 这个柳河村这个男人呢 叫二狗 长得相貌堂堂 人高马大 口活如晃 蛇沾雷花 啊 这家伙整个村的这大姑娘小媳妇小寡 出来 所有的女性 基本热烈欢迎她 基本上说这个村的 连这个母性动物啊 这个什么母猫母狗的一看 他都流水啊 喇叭啊 这家伙跟你说长得太帅了 一般都抱着大腿 现在太日天 那母太日天 一看他就高兴了 就窜过去啊 听说这个叫二狗的呀 跟他好过的女的 就跟着个魔一样 如果你跟他爬爬一晚上 你再找别人去 基本是索然无畏 就是跟他好以后 天底所有男人基本都是废话 啊 甚至有这大妈呀 为这二狗 我喜欢他都要自杀 这二狗呢 甚至得到村外很多姑娘的强烈的喜欢 咱说这个二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好的 这么厉害呢 并不是说他就光找的帅啊 当然那个咱们这边刷礼物的老铁 这二狗也帅 可是他没有这本啊 这小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们家呀 有一本祖传的秘笈 这祖传秘笈叫什么呀 叫玉阴阳 上面啊 这个秘笈讲的什么呀 讲的是双修法 各种怎么征服这个母性母性东西的这个技巧 基本是类似于防空术 只要说这个是母的 你碰一探 那就不用说了啊 就是去完全搞定啊 他学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一身骚气 每天换着不不停的这个瓷性啊 在外人看呢 他是个下流胚子 实际上这家伙呢 却是个高人 他这个东西啊 并不是邪派的东西 当初祖传传这个东西 一代代传下来啊 曾有这个八不要 什么叫八不要呢 这个不是说你学会了 你就逮逮谁 逮谁逮谁逮 不是这种回事啊 他这个玩儿啊 能治病 实际上根据先天阴阳八卦的原理啊 这个规律 反普归真 阴阳和和啊 就是这么一本书啊 他学了这个呢 祖上传下来 有这个八不要 怎么叫八不要呢 粗枝烂道的不要 品行不端的不要 相貌奇丑的不要 脾气暴躁的不要 畜生牛马不要 男人不要啊 当然这个驴哥要碰这个 基本上驴哥你放心啊 他不再给你睡的啊 这个因为他不要男的啊 叶恩老弟也费劲 这家伙自从练成这个之后 那皮肤细嫩的 就跟那扒了壳的衣袋一样 四十来岁人了 看着跟十六七小粉一样 你说这这呀 哪有这个驴的 不受欢迎不欢迎他的 对吧 可是按着他们这个 家这个祖训 这八不要 他呢 是精精皆业的尊手 当然也解决了不少这个 妇女的妇科病啊 头疼老热的呀 什么月经不调啊 他都能解决 你只要跟他一顿是 泡河连天 基本上这股根病全好啊 他们家呢 这个秘籍传自己祖创 帮助了不少村的这个附近 这个老幼村民啊 金钱方面的收益很可观 可是他这个人呢 打小的排行在二 实际上呢 他是有哥仨 再到他爸爸这辈子 挺有钱的 他这个大哥啊 就因为学这个东西没学好 结果胜亏死了 还有一个三兄的 他这个三兄的呀 本来呢 不是的 也不叫不是亲生的 是他爸爸在外面 跟那个小妾生的 这三兄的这几年呢 跟着那个 他爸爸死之后呢 跟那个小妾的鸟 就远走了出去了 自从他有了本事 挣了钱之后 他呢也想这个亲人 他也想得了 干脆我大哥也没了 父母也没了 我爸爸这三兄的给找回来 花重金满事一打听 哎 终于把这个三弟弟啊 那三弟弟给给给找到了 他叫二狗啊 那个三弟的叫三狗啊 更狗意思吧 等这三弟的找回来之后啊 在家里啊 你想我这个就这么一个兄弟了 干嘛呢 他也不会什么 让他在府里当管家吧 他们家有钱呢 也特别疼这个意思 家中钱财奴户 是任他拆遣 他就是府里的二当家啊 不过有一条 不准他学这个这个欲阴阳 不准他学这本书 可是呢 人就是这样 你说你流落街头前 你这哥哥把给你找回来 按说你哥又疼你 又给你钱 让你当管家 这对你相当不错了 人应该知足呗 可是不讲 人呢 都这样啊 没有知足的时候 你别看这个二狗子 把这三狗给叫回来 说这家天才这么笑着 可这三狗啊 心里就不平了 凭什么二哥你 现在狗子大鬼小媳妇 现在这么美啊 我这个就不能学呢 你是二哥 我老三就不能学 你是怕我抢你饭碗吧 他这个心里啊 就始终的不痛快 始终的不行 就是你给我再多钱 我他妈给你当管家 这不是给你家当狗吗 这哪行啊 谢谢叶昂老弟啊 他一想不行 我得找机会啊 我得学这个 我得跟我二哥一样 所有的女性都会看上我 我得超越他 这人就是人心不足蛇吞笑 哎 这天机会来了 这个二狗啊 准备上这个县城去一趟 县城有一个大家闺咎啊 据说腹根病挺严重的 需要他这个法律 给治一下吧 就这么着 哎 他走了 走了之后啊 这个三狗就把这个秘笔给拿出了 拿出了之后 我一看这东西 并没有多难 啊 就是教你怎么啪啪的 他一想这个 我不能动福里的人呢 我也不能随便找过你的啪啪 可这个 我练这东西 我都是实验对象啊 哎 他想来想去 得了 你看他们家呀 有一小母狗啊 小母狗 这现在闲着了 是吧 我不用拿他给做了实验 把这小母狗就给嫩大翻书底 这家一月风流啊 哎呦 把这小母狗给掏进去 啊 掏进完了之后 他这个功夫就是自个差不多啊 这一晚上小母狗练的可以 就是把这基本练成了啊 回头呢 就开始打他们这个福利丫鬟 哎 有一天呢 这个丫鬟正给他送饭的啊 这丫鬟可能也是这个 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啊 比较熟了 结果他一想 我拿他练练吧 把他给骗在房里 结果这个房中啊 就传出了一阵 这个不可描述的声音啊 就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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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就这种声音吧 啊 打这个跟那个丫鬟练完之后 哎 这三口一想 我这功夫更高了 我这基本练成了啊 后来这个我这 但是这功夫不能老不练呢 找吧 找来找去呢 说了一个寡妇 这寡妇老闲着来啊 还要去找这寡妇 结果劈着啪啪啪 俩人就又一顿折腾又一顿练 可这个事啊 早晚是直立包不住啊 啊 当这二狗回来之后 过了没有几天啊 不是几天吧 几个月吧 他就发现他们这个家里 这个看门这个母狗啊 给回孕了 当时也没有在意 你这个哪个外面 尸身于哪只公狗呢 结果过了解院啊 这狗一下狗 这二狗可看出了 为什么呀 吓着狗全人脸 长得都跟那对兄弟三狗一样 可这家伙全死了 一看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老三呢 肯定是学了这东西了 拿着母狗做实验了 最后啊 把这个老三给叫过了 当哥的呢 不是不让你学 因为你这个人心目不正 你掌控不了这个东西 现在你也学了 我呀 也不说你 你呀自个出府啊 但是你切记 一定要追寻组创的这个八不要 八不可 表面这老三呢 是同意了 可心里好不在啊 没过多少时间 这二狗就听说呀 城里人说了 他兄弟呢 上城里一个人看病去了啊 说这个看各种妇科病 不光看各种妇科病 这个大牲口大马的呀 什么连狗带猫的呀 啊只要是这个有妇科的 只要是母的 他都给看 为了挣钱吧 而那个有人就说下下下牛的 就马上下牛了 妇科病得了 你这叫不治这大牛挺值钱的 得了多给点钱 找这三狗给看吧 他是 基本上什么全行啊 什么牛马骡子的 基本上全能看 这动物妇科的也看 他连兽医在人一眼 不要看 还有啊 就是就是这么一整 靠坏了啊 最后这个他干这个事啊 太淘汰了 折来折去啊 他给人看完之后 他病是好了 他妈得生的那玩意儿啊 长的全随他 你说你下一个牛吧 这牛长着他的脸 你下一个猪 这猪也长着三狗的脸 到最后把这个事儿整的太乱了 他也吓人了 这城里人也不干了 这小子不行 这咱们这是邪术啊 这不是治病大夫 不行 这把他弄死 到最后包括这个 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吧 都不干了吧 啊 最后把这家伙给弄出来了 拿火火火给烧死了 最后这二哥一看 哎呦 说我们家走上这个东西 是好东西啊 人心正直的学这个 做到这个八不要自律 自然呢 能治病救人 可是现在这个人 人心有几个正 啊 包括我这个心胸的都这样 这本书啊 一旦我死了 必定是留下后患无穷 干脆啊 点了一把火 把这本书 往这火坑子一扔 从此之后啊 这欲阴阳的命迹 是消失于江湖之中 哎呀说说这个秘书我确实挺厉害啊 这基本乱啪啪吧 对都给包进了啊 乱啪啪 现在这个事儿 为什么我想讲一个逗逼的故事呢 前两天微信群里 我看了一个套图啊 一视频 是什么呀 一只太日天 强奸了一只鸭子啊 最后这只鸭子被活活的给捞进死了 完事呢 有一老地儿一看我发了一视频 他又查了一视频 一只母鸡遭到数十只攻击的轮奸啊 现在这个事儿整的我跟你说 那我想起这个来了啊 我给你大伙讲一个蛋逼的故事 大伙一听一闹也得了啊 当然这是纯扯淡的故事啊 有人老说啪啪啪啪的 咱逗笑就完了 行了 那个二狗算是出名了啊 二狗是继小红之外 这第二个在我故事里出名的啊 这十八群的二狗 嗯 他是火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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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